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美兩國的外交交鋒持續 先是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再度訪華 與中國討論氣候問題後 克里說氣候問題並非地緣政治的武器 中方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做更多 克里暗示中國不願意在氣候問題上合作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 中方向來都是氣候治理的行動派 希望美方能夠放棄偏見 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 不要在中美氣候變化合作的道路上設置半腳石 目前來到看中國已經超額完成 2020年氣候問題行動目標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還宣佈了碳中和的大目標 中方將會講到做到的 而根據世界能源統計連隔的資料顯示 儘管美國的碳排放總量位列第二 但是人均的碳排放量 就常年都是居於第一位的 報導指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超過17噸 而且美國人口只是佔全球的5% 但是在國際上貢獻了全球16%的碳排放量 但是反觀中國人均的碳排放量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 由此看來誰的責任更大已經一目了然了 至於美方一直都針對新冠病毒源頭 亦都試圖推落中國身上 暗示在中國的武漢實驗室洩漏 但是次針雜誌新冠委員會主席薩克斯近日就說 全球未對新冠肺炎疫情作出恰當的應對 一個原因就是美國未能與中國合作找到全球性解決方案 他認為中國在抗疫方面非常出色 世界本應從中國益更多 美國應該學會與中國合作 而不是將自身的意志強加於中國 而中國外交部就說注意到有關的報導 由引述瑞士流行病學家阿爾特豪斯表示 中國對疫情作出了正確的反應 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了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來應對疫情做準備 發言人汪文斌再進一步敲打美國 指美方有一些人一再將抗疫和溯源政治化 極力向外轉嫁抗疫失敗的責任 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不僅使美國民眾付出沉重的代價 也成為了國際抗疫和溯源合作的最大障礙 當前新一輪的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 希望美方認真地傾聘國際社會客觀理性的聲音 要團結 不要對抗 要盡責 不要推責 要科學 不要政治化 要做國際抗疫和溯源合作的支持者 而不是破壞者 國際外交除了靠大聲 最終都是看實力和事實 中美抗疫哪個國家做得好 不用多說 至於美國在氣候問題上 不同政黨執政的時候 就有截然不同的政策 要取信於國際社會 也變成難事 至於美國近期最大的敗仗 莫過於阿富汗撤軍大亂局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 再次為美國的撤軍辯護 並且再次拉中國下水 說沒有哪個國家 比中俄更加希望美國留在阿富汗 因為這樣會牽制美國的資源 汪文斌反駁說 美方有關的言論完全是耳機度人 既是為自己失敗、尋借口 同時也是再次暴露出 美國企圖在世界上 繼續推行強權政治的霸道本質 他說美國是阿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 在阿富汗20年的戰爭中 為阿富汗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痛苦 未來很多年負面的影響都難以消除 美方應該為阿富汗實現和平重建 承擔應盡的義務 而不是一走了之 將責任推給阿富汗的輪郭和國際社會 汪文斌又說 美方更應該反思自身的錯誤 吸取深刻的教訓 不要再動輒對外軍事干涉 不要將自身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強加於人 不要再重蹈阿富汗的覆轍 而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的亂局 更大的代價可能還是後續的問題 歐洲國家已經感受到被美國玩死 而歐洲兩個重要的組織 北約和歐盟 更為阿富汗問題引發的討論 針鋒相對 受到美國從阿富汗狼狽撤軍的刺激 歐盟高官近期都頻頻呼籲 歐洲要實現自主防衛 即是要自組聯軍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但是在美國主導的軍事組織 北約看來 這個呼聲顯然就很刺激 英國每日電信報報道 緩引國內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 百分之六十二的受訪者認為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方式 損害了他的國際聲譽 大約百分之四十一的受訪者說 英國也是這樣 而與此同時 歐盟的高官也在多個場合呼籲歐洲 擺脫對美國的防務依賴的 建立獨立自主的防衛力量 8月下旬 歐洲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博雷利在接受發生社採訪時就曾提到 阿富汗的混亂撤離為歐盟敲響了警鐘 即是歐洲需要發展獨立於美國的軍事能力 在9月2日舉行的歐盟成員國外長非政識會議上 他重新了這個觀點 並且敦促歐盟建立一支五千人規模的快速反應部隊 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接受每日電信部 專訪時表達了對歐盟建立獨立軍事力量計劃的不滿 在說到歐洲打造獨立軍事力量時 他回應說歡迎歐洲在防務領域作出更多努力 但這種努力永遠都沒有辦法取代北約 他們需要確保歐洲和北美團結一齊 他又批評任何削弱北美和歐洲之間扭大的企圖 不單止削弱北約還將會分裂歐洲 北約現時有30個成員國 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都是歐洲防務的主要支柱 這個組織長期以來都是由美國主導的 美國華盛頓郵報就提到 多年來歐盟很多政治家一直都主張 歐盟若想在全球發揮更大影響力 必須擁有獨立於美國和北約的軍事力量 一些學者就認為歐盟在短期內 建立一支獨立軍隊的計劃是不現實的 特別是在拜登接入美國總統 並且叫出美國回來了的口號之後 歐盟的呼聲就有所減弱 但美國拒絕與歐洲的盟友協商 單方面決定從阿富汗撤離之後 這種呼聲又再次高漲起來 美國媒體又指出 這是一個存在爭議的話題 由此帶來的地緣政治問題也令人擔憂 例如是德國、法國等西歐國家支持歐洲防務自主 特別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上任後 一直都呼籲建立真正的歐洲軍隊 同時還一度批評北約已經老死亡 但另一方面尤其是波羅的海國家 仍然依賴北約 不太可能支持歐洲組建新部隊 歐洲若想建立獨立的軍事力量 還將要面對來自資金方面的難題 儘管到2027年歐盟已經為歐洲的防務基金 撥款超過90億美元 但歐盟各別國家也需要增加自己的支出 這對一些國家來說是一個大挑戰 座羅北約要求成員國提升國防支出至GDP2% 這件事來說 至今只有9個歐洲國家有望在今年實現這個目標 無論歐盟最終是否能夠自組軍隊 但不能夠否認的是 美國已經因為這次撤軍的敗仗 令到歐洲的盟友對拜登高呼美國回來了的信任大跌 亦都令到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顯著減弱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